Ruby Jardin 大家好,我們是東京掃頭橋 我是包伯 我是文恩 我們今天是東京美食 吃我一日遊的三首線吃透透編 帶來大家坐三首線一圈吃片美食吧 GO 我們一日之際在於城 所以我們早餐要吃什麼呢? 來吃TOKYO STATION HOTEL的 Lobby Lounge 大家因為是在飯店裡面 然後整個的裝潢感覺超級典雅 然後那個挑高起來氣氛非常的好 這是我點的早餐 八十幾隻 超綿密的好吃的 這是我點的早餐 是Lenix Sandwich 這個綜合的三明治啊 它有煙燻鮭魚 然後燻雞 還有火腿 我覺得整體吃起來用料都還蠻實在的 然後蠻新鮮的 那我們吃飽飯了喔 東京車站這邊其實有蠻多可以逛的地方 比方說東京地下一般街 然後以及丸子內區也都很棒喔 對 所以我們今天的吃貨行程 也蠻推薦大家可以選擇 其中幾個你喜歡的景點 然後吃飽之後在附近多花一點時間逛逛喔 我們現在回到JR的車站囉 那今天的行程非常推薦大家可以買JR的一日券 這樣比較省錢 我們現在來到了日暮里 接下來到谷中銀座商店間吃小吃 這邊除了賣很多小吃以外 咖啡店跟賣雜貨的地方喔 來吃在這邊的炸烏鮮店 Sizuki買的螃蟹可樂餅吧 它的外皮炸得很酥脆 然後呢 內餡就是有一點甜甜的那種 類似奶油的感覺 然後加上一點點的螃蟹的肉 商店街的入口有一家建真堂咖啡店 提供了日式的抹茶與甜點 還能俯瞰商店街的街景 這裡是潮鴨站 距離谷中銀座商店街 大概約四站可以到潮鴨的地藏洪商店街 這邊一樣有很多道地的小吃還有餐廳 滿滿的紅豆餡料 它的紅豆好甜又好香濃喔 紅豆餡 加了滿多鹽的感覺 除了點心之外 也有販賣日式定食的Tokiwa食堂 另外因為這邊被稱為歐巴桑的元素 所以有很多有趣的小店大家可以來逛逛 我們現在到了高鐵馬場 那因為這附近有找到田大學 所以很多學生美食 我們現在在高鐵馬場的漢堡店 HOMIES 我點的是Sweet Chili Chicken Burger 所以應該是甜辣醬的雞肉漢堡 或者是培根起司蛋漢堡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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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蛋整個流出來了 麵包皮是全賣的 而且做得非常的脆 然後它的蛋是流出的 其實它滿有趣的 然後它的肉非常的雜質 我覺得很好吃喔 這個雞肉漢堡 最特別的是我剛剛一入口吃到它這個Sour Cream酸奶 然後因為它就是很清爽 然後滿解膩的 另外呢它這個麵包皮啊 烤的也是非常的焦香 然後脆脆的 再來是田王澀谷 我們現在到了東雞飯店裡面的富旺 這飯店裡面啊 整個這個挑高 然後就是讓它給我來熟食 這是我的日本茶的套餐 然後它有一個熟成的 麵包皮茶 然後還有一個小小的 我們可愛的聖誕喝過酒 那個茶啊 培茶就是 聞得到它那個烘焙的香味 可是喝起來是 完全不會苦澀 然後非常的順口 我點的這個是Premium Cake Set 然後我可以選一個自己喜歡的蛋糕 然後再選一個自己喜歡的茶 所以我選一種麵包包的茶 非常非常的Creamy 喜歡吃牛奶巧克力的 絕對不能錯我這種 我們今天吃的肉弄東西 再攝逛逛吧 在109 Main的頂樓 是看色谷十字路口最佳的地方喔 現在來到有樂廷吃晚餐 那我們晚餐要來吃 位在您做的自然風的日本料理 阿米亞 Tokyo 我們今天要點的是這個 這個阿米亞的飯的套餐 這家店特斯拉是餐廳的外面 有一個商店 然後那個商店外面賣了什麼蔬菜 我們來揭曉一下 我們今天一個超級特別的土鍋的拌飯 這是我今天點的主菜 然後它是豬肉的丸子 加上酸的醬 因為它這個飯本身就是一道料理 所以我們現在要帶大家來試吃一下飯的口味 好香喔 哇 哇 肉飯 肉飯 哇 好吃 這個白飯啊 是我來日本兩年吃到最好吃的白飯 第一個它吃起來非常的鬆軟 然後彷彿可以吃到它的那個 就是整個米啊 還有那個水質非常的透徹 所以吃起來有一點點就是 甜而且還有回甘的那個厚勁 真的太好吃了 接下來吃這個家的醋的醬的豬肉丸子 很有牛丸這個 這個豬肉丸啊 非常特別的是 它外皮是有炸過的 所以外表是酥脆 但是你把它咬開之後啊 裡面的豬肉非常的扎實 而且呢吃起來沒有任何的行為喔 吃完飯還可以在銀座周邊晃晃散散播喔 夜晚的銀座真的很有東京那種 大都市的氣息喔 我們回到東京車站啦 以上就是今天的美食吃貨一日遊 山手線吃透透編第四集囉 我是偉恩 我是寶伯 那下次見 掰掰 Nós有視 Harlem what Amsterdam 兒一共蛇 音樂 我們有 options 黑一 seek 那個 鐵